1971年2月的一天 英国肯特郡的一间豪宅里 一个老贵族正在走进生命的终点 早年在中国落下的重伤 让这位许克森爵士几乎瘫痪 只能躺在床上听广播打个时间 下午三点女儿匆匆走了进来 闯进门的女儿没有任何客套 而是直截了当地说 父亲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那个人渣死了 是去年12月的事 他足足告了10年 但西德政府没有赔给他一分钱 听完了这番话 许克森爵士瞬间还扬 本来生命垂危的他突然仰天狂笑 苍天呀大地呀 这是哪位天使大姐替我出的这口气呀 许克森爵士能够吹死兵中倾坐起 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位能创造医学奇迹的豪杰 就是那个毫无间谍技能的超级间谍 完全不懂英语的对英卧底 最不受纳粹重视的纳粹王法特攻 一心求财导致自己倾家荡产的 几乎影响欧洲局势的亚洲特攻 埃里萨·巴兹纳 1904年 埃里萨·巴兹纳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的普里什蒂娜 父母都是阿尔巴尼亚人 在通辽宇宙的众多豪杰中 巴兹纳的家庭出身算是不错的 父亲是个爱国而贤城的穆斯林 还是个小地主 祖父和叔叔都曾经参加过土耳其独立战争 按理说 这样的家庭里出生的巴兹纳 应该是个胸怀纳着的好孩子 可是 令家人没想到的是 这孩子从一出生 就表现出了一些前途无量的特质 在学校里 巴兹纳虽然称不上是品学皆优吧 至少也可以说是人间勾先 他小小年纪就一把年纪 年龄不大的他 在闯后方面非常早熟 什么打架碰瓷阿鲁巴 七零同学抢钱瓦 整国老师坑校长 彻夜疯玩不回家 总之 巴兹纳很小就成为了 家乡远近文明的禁运系人才 尚可挑拨邻里关系 夏克弗朗奈的宠物能 从小就是一副严妄心插 对于如此晚劣的孩子 巴兹纳的父亲痛心疾受 但几次物理鞭策都不太成功 巴兹纳14岁那年 奥斯曼帝国走向了解体 一家人为了避祸 跑到了伊斯坦布尔 见识到国家离乱后 巴兹纳的父亲 决定把儿子送入军事学院 希望他将来能够报效祖国 为国家尽一份责任 一年多以后 父亲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巴兹纳以优异的成绩 从军校毕业 被正规军录用了 坏消息是 录用他的军队 不是本国军队 而是法国陆军 当年的伊斯坦布尔 有英法两国的驻军 唯心主义的巴兹纳 在这种形式下 果断选择了成为一名二狗子 但是他倒是并没有 帮忙镇压同胞 在法军中 巴兹纳最主要的工作是 偷英军仓库 加入法军后 巴兹纳每天开车 免着对不起戴英的豪爽 于是 在一个没有太阳的晚上 他找了几个战友 摸进了英军的仓库 偷了英军的武器 把武器装上英军的汽车后 逃着遥遥 整个过程情云流水 就像在德国偷导弹一样轻松 巴兹纳之所以偷这些东西 是因为这些东西 在当年的土耳其很有销路 有个大哥愿意不限量的收购 这个大哥叫凯木尔 当然 巴兹纳偷东西 并不是为了支援凯木尔 只是单纯的想挣钱而已 关键时刻 法国老仗义了一把 以巴兹纳是法军成员为由 把他抢了回来 判处他劳改三年 但劳改地点是法国马赛 就这样 巴兹纳获得了免费出国的机会 在法国的他 学会了一项可能会掉脑子的技能 锁匠 后来还在马赛找了个机械维修的工作 1925年 巴兹纳回到了已经独立的土耳其 此时的土耳其 在凯木尔的领导下军国早创 虽然当年巴兹纳卖武器 完全是维新主义 但毕竟也算是支援过独立战争 因此 新政府给了他一份交通部的工作 21岁的巴兹纳 就这样混进了中央部委 等待他的是大好的前程啊 然而 巴兹纳很快就用行动证明了 什么叫做 人不轻狂往少年 人一轻狂躺半年 入职以后 有了点钱的巴兹纳 迅速开始了狂飘乱毒 进入开始养情妇包小三 没过多久 交通部就看不下去了 把他贬到了消防队 被下放的巴兹纳再接再地 很快又开始了矿工 最终如愿以偿地失去了工资 只能在出租车司机的岗位上高救了 事实证明 出租车司机这个工作 很适合巴兹纳 跟之前讲过的龙金一样 吹牛天赋极高的他 和每个乘客 都能聊到天魂地爱 语言能力腾腾上涨 在1930年前后 他已经掌握了 阿尔巴尼亚语 土耳其语 塞尔维亚 克里地亚语和法语 1933年2月的一天 巴兹纳接待了一个德国乘客 这位德国歌剧演员 发现巴兹纳的声音条件很不错 居然拉着他到自己的剧场 训练了歌剧演唱 让巴兹纳几乎成为了 土耳其技能最丰富的出自车司机 然而 连巴兹纳自己都没想到 所有这些技能 将来都会在另一项工作上 派上用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二战不滑了 在一战中吃了大亏的土耳其 选择了中立 由于资源丰富 无畏之关键 土耳其很快成为了 纳粹和盟军双方的拉扰对象 各个外交官在此激烈交流 白天唇枪折剑 晚上刺探暗杀 在外交战斗最激烈的时候 德国大使帕鹏的御所附近 曾经连续七天发生爆炸 而英国大使许克森爵士的家附近 也曾经连续被指引炸了五天 由于外交战斗实在过于激烈 各国大使馆的人员缺口都很大 有大量岗位面向社会招聘 而这很快吸引了巴兹纳的注意 应该说 虽然经历坎坷 但中国巴兹纳的一生 他都没啥穷心装置 一辈子追求的 不过是小三海的热杠头 当大使馆招聘的消息传出后 巴兹纳立刻意识到 善灾呀 我懂法语 会开车 还去过西方国家 这哥在哪国使馆不重用呀 于是他果断来到了首都安卡拉 看看哪国使馆能会演是英才 从结果上看 巴兹纳确实找到了工作 南斯拉夫使馆看中他的语言能力 成聘为了门卫 瑞士使馆看中他的开车水平 重用为了司机 要说还是美国使馆图聚会演 他们看中巴兹纳的军事履历 让他在保安的岗位上勾就了 一番折腾后 巴兹纳积载了丰富的履历 1932年下半年 他终于找到了一份 待遇还不错的工作 德国商人阿尔伯特·詹克 雇佣他当自己的跟班 这个詹克在历史上明确不大 但他妹夫在当时的德国 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 叫做李宾特洛夫 所以 虽然是个商人 但詹克跟德国外交部走得很近 生意做得也不错 对于这样一份 千多是少的跟班工作 巴兹纳还是很满意的 遗憾的是 在丢工作这方面 巴兹纳一直有着 异乎寻常的甜度 巴兹纳有个不好的爱好 就是爱摄影 他热衷于高强度自拍 但是这也不算啥不好的爱好 可是如果在詹克夫妇小气的时候 在人家的窗外自拍呢 或者躺在主人的床上 拿着女主人的裙子自拍呢 除了自拍 巴兹纳还有一项恶习 就是喜欢乱翻东西 他经常乱翻詹克的信件 无论私人的还是官方的 这种人件首线的奇葩 自然是任何雇主都无法容忍的 几次出格的行为后 巴兹纳就被詹克开除了 对于被开除的经历 巴兹纳丝毫没有忏悔 虽然大家都说我不是个东西 但人形格肚皮 我也不能太当认 被开除到他 反而对詹克的消息颇为不爽 我又不是间谍 翻几两封信就把我开除了 早知道外国人这么难伺候 我还不如当间谍呢 对了 我为啥不去当间谍呢 命理有时中需有 命理无时自己求 眼看着靠打工发财 肯定是没戏的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搞点赋业呢 就在巴兹纳格局逐渐打开时 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聘信息 英国大使馆第一秘书 道格拉斯布斯克 需要一个家庭故宫 主要工作是开车和修暖气 看到消息的巴兹纳灵光一闪 这会不会就是我当间谍的契机呢 巴兹纳很快打通了 报纸上的招聘电话 在面试过程中 巴兹纳谨慎的跟雇主表示 自己不太会说英语 只能跟人用法语沟通 听到这点的英国外交官 布斯克大喜 太好了 不会说英语没关系 这样我谈工作你也听不懂 肯定不会当间谍呀 你正是我所需要的人才 而且布斯克一看巴兹纳的形象 年龄不小形象土 头发蟹顶身材粗 一看就是个本分老实的人 收拾收拾 明天上班吧 就这样巴兹纳进入了英国的外交官家庭 不过他并没有如愿以偿的 搞到什么情报 因为他英语水平确实不行 复杂的对话根本听不懂 很多重要的信息他都无法识别 别人说我在水泥里面包个人 他说面包哪有面包 但是毫无收获的巴兹纳并不气馁 失败是成功他妈 你要追求他妈 必然要面对他妈 为了当间谍挣钱 巴兹纳决定发挥自己的特长 听不懂没关系 我可以在主人的书房里 把文件拍下来拿出去卖一下 在一个主人不在的下午 巴兹纳将布斯克手里的文件和信件 通通拍了照 东西到手了 接下来爷就要挣钱了 然后巴兹纳要解决的问题是 这些情报卖给谁呢 巴兹纳的间谍买卖 是连销路都没找 就先进货了 他跟周星国情报部门毫无联系 去人家门口摆地摊也不合适 此前想后之下 他居然又找到了 将他扫地出门的潜众雇主张克 表示 我现在转行当间谍了 您老的妹夫不是李宾托洛夫吗 我这里有一批偷拍的照片要卖给你 你看着给个价钱呗 巴兹纳的无耻让詹克惊呆了 但出于谨慎 他还是接过了这些照片 浏览了一会儿后 詹克说 你这些照片没啥价值 都是一些私人信念 假如都是家庭琐事 滚毒的 看着你我都不翻边 失望而去的巴兹纳 只能继续寻找有价值的情报 但他自己都没想到 所谓不加点事实难料 调不出生活的味道 掉在他陷入纠结时 一个好机会砸到了他头上 事情的起因 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 许格森爵士的贴身仆人 在1943年7月辞职了 许格森爵士是 九代相传的传统贵族 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 在抗战爆发时 曾经担任驻华大使 被鬼子的飞机炸成重伤 休养好久后 才担任驻土耳其大使 作为一名old money 许格森爵士 对自己的贴身仆人 有很高的要求 这人必须多菜多艺 且有一定的品位 人选相当难兆 而就在许格森爵士 为接班人选而发愁时 秘书布斯克突然发现 巴斯纳完美地 符合领导的要求 许格森爵士 爱好汽车和歌剧 喜欢法国文学 喜欢一切华丽奢侈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 巴斯纳无一不经 面世了几个小时后 许格森爵士当场拍板 以后你就是我的贴身男仆了 在上班的第一天 许格森就为巴斯纳 置办了一套 包括服饰和首饰的 豪华土耳其行头 任给他开出了高昂的薪水 甚至还对他一些 豁家虎为的恶行 视而不见 可是 雇主的慷慨 丝毫没有让巴斯纳 打笑赚钱的想法 从进入许格森家开始 他就在观察下手的机会 1943年10月的一天 趁着许格森不在家 巴斯纳动手了 已经有过类似经历的他 此时是寡妇生孩子 有牢底了 他轻人一举的进入了书房 拿出了大量许格森的文件 悄悄待见了厨房 借着厨房窗口的明亮光线 他将这些文件一一拍照 虽然看不懂英文 但巴斯纳看文件上 每一行都非常短 后面还有数字 所以他判定 这肯定是英国特工的名单 后面的数字 应该就是给特工的工资 这么重要的情报 肯定能卖个大价钱 其实按照常理来说 英国对于保密工作 是有完整的流程的 助外外交官们 也进行任何公式文件带回家 所有重要文件 都在使馆里有专人看管 但许格森爵士是个例外 作为特命群群大使 在土耳其根本没人能监督他 因此他经常把机密文件 带回家方便办公 在这样的巧合下 巴斯纳这个存在鸟 轻而易举的获得了重要情报 手里有了硬货的巴斯纳 只能起来了 他在1943年10月25日 再次给老公家詹克打电话 表示 这次我手里有真家伙了 足足两个卷交卷 而且都是英国的重要情报 我要两万英镑的报酬 对此詹克的回应是 去你妈 由于之前的经历 詹克对这个土耳其二流 则厌恶至极 他听到巴斯纳的声音 就把电话挂了 再打再挂 又打又挂 反复电话骚扰之后 詹克受不了了 他明确的告诉巴斯纳 老子没兴趣看英国密书的私人信件 而且我是个商人 不是间谍 不收情报 你卖给我干啥 巴斯纳倒也比较坦诚 不是专门想卖给你 可是我就认识你一个德国人的 你要是不卖没关系 你帮我传个话呗 就是我手里有英国的特工名单 被电话骚扰的 不胜其烦的詹克终于琐斜 他同意跟巴斯纳见一面 就不太愉快 巴斯纳上来就表示 老子是拿钱的 给我钱我给你交卷 否则我就去隔壁找苏联人 这种威胁詹克自然不会接受 我又不知道你手里的东西是啥 凭啥先给钱 你得货到才能付款 否则就是七天无理由退货 就这样双方杠上了 一个说给钱才能看片 一个说看片才能给钱 最终詹克忍无可忍 直接去隔壁 把一个叫莫伊奇兹的外交官叫了过来 这本来就不是老子的工作 你们自己对接吧 莫伊奇兹是当年德国州 安卡拉使馆里的著名老好人 他和巴斯纳进行了认真的交谈 面对这个陌生人 巴斯纳开始了现场发挥 说自己是因为憎恨英国人 才干的这个活等等 莫伊奇兹谨慎地进行了嫉妒 然后表示 这事我一个人决定不了 我要上报 和戴英一样 当年纳粹德国的情报系统 也分为三大派系 军方的阿波维尔 外交部的情报系统 以及党卫军的情报系统 莫伊奇兹的上报 迅速也来了各方的注意 经过复杂的扯皮甩锅打罐枪之后 最终外交部和党卫军共同决定 交易不就2万英镑吗 看看巴斯纳手里有什么货色 1943年10月30日下午 巴斯纳接到了电话 电话对面的莫伊奇兹表示 同意交易 2万英镑换两件交卷 如果确实有价值 将来我们还可以 以每卷1.5万英镑的价格 长期合作 够意思吧 听说大钱即将到手 巴斯纳非常开心 好在这场交易里没有英国人 因此双方都没有搞 贝坦尼的那种交付流程 迅速地完成了交易 德国特工在大使馆里 把照片冲洗了出来 冲洗时还感慨了一下 这小子拍照技术还挺好 文件拍得很清楚 当浏览了一下内容后 德国人震惊了 照片里的内容 并不是巴斯纳以为的 什么特工名单 而是美英对苏 援助物资的清单 除此之外 还有美英苏三国外长的 外交会议记录 还有英国大使和 土耳其外长的详细会谈情况 这些文件的价值 远不止两万英镑 这个土耳其盲流子 不是一般人 他的情报确实靠谱 由于情报重要 巴斯纳提供的照片 被直送德林 柏林高层相当满意 立刻表示 要不惜重金 笼络这个精密特工 为表重是 德国大使帕彭 金字接待了巴斯纳 并且给巴斯纳定下了 一个很牛的代号 西塞罗 受到了巨大鼓舞的巴斯纳 决定再接再厉 为了体现自己的专业价值 他盯上了 许克森书房里的保影箱 作为专业所将 他轻而易举的 复制了许克森的 保影箱钥匙 每天晚上都会 打开保影箱 来将文件一一拍照 仅仅1943年 10月到11月的 一个星期里 巴斯纳就给德国人 传递了三次情报 更新速度之快 让小约翰跟那一笔 都算是懒斗复更的 除了更新频率高外 更可怕的是 巴斯纳的情报 都非常有价值 大量大使才能接触的 绝密情报 被他从保影柜中 拿了出来 其中包括 开罗会议和 德黑兰会议的 详细形成安排 盟军对北欧和 巴尔干地区的 轰炸计划等等 德国人根据 巴斯纳的情报 进行了很多活动 比如奥托斯克尔子内 德黑兰刺杀计划 就是根据他的情报 制定的 巴斯纳的成功 让里宾特洛夫 极为得意 连希特勒都知道了 外交部手下 有个精明强干的 精力特工 一听说有了功劳 党卫军也过来征功 表示 在外交部和党卫军 谈官相性的时候 另一个部门 阿伯维尔 就只能默默为官了 作为在通辽旅游中 屡次出场的神奇组织 眼黄的阿伯维尔 准备发挥一下 自己的作用 用实际的行动 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可能成事不足 但我败事有余啊 在对巴斯纳的情报 进行分析的时候 阿伯维尔也来插了一手 面对捷报频传的外交部 阿伯维尔表示 我知道你们很高兴 但是你们先别高兴 作为专业的情报机构 我们从我们的专业角度 对希塞罗的情报 进行了评估 我们认为 他的情报很有问题 首先 这个人的照效手法 极其专业 他拍的照片异常清晰 这不仅是技术问题 还是现场环境问题 他一个间谍 怎么可以如此从容不迫的 对高度机密的文件 随意拍照 其次 希塞罗获取情报的速度 也太快了 而且内容详识 远远不断 要知道 我们阿伯维尔手下 最优秀的特工龙金 手下有一只 覆盖全球的庞大团队 他也没有这么快的 更新速度 而希塞罗 区区一个间谍 居然可以更新的 如此之快 他是怎么做到的 别是根据地头报纸 现编的吧 第三 在希塞罗的照片中 我们发现有一张很特别 这张照片中 可以看到 拍摄者的手指上 带了个巨大的保时戒指 这跟希塞罗的身份 严重不符 他不是说他是仆人吗 仆人怎么能 买得起这些东西 而且 一个仆人又如何能 获得这些机密情报 难道英国老 会纯道把绝密文件 带回家 这绝不可能啊 纵实上所述 我们认为 希塞罗的真实身份 已经招然若揭了 他是英国卧底 我们认为 希塞罗肯定是 英国人派过来的 用一些无关紧要的 真实情报 来取信于我们 以便在未来关键时刻 给我们致命误导 可惜 英国人低估了 我们阿伯威尔的 业务水平 专业如我们 怎么可能上这种档呢 是如此的有理有据 基于这些疑问 塞纳情报系统的头目 在柏林开了几天会 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 希塞罗身份可疑 他的情报照常收购 但绝不能盲目信任 看破不说破 朋友继续做 为了鉴别巴斯纳的身份 德国人想了很多办法 跟他对接的墨益妻子 装作不经意的问道 你说你恨英国人 你为啥恨英国人 巴斯纳随后就说 全赋当年参加独立战争 被英国人杀了 这个说法很快 被德国人查证是撒谎 除了背景不明白 巴斯纳的情报越来越水 由于德国人是暗戒记仇 因此巴斯纳为了多赚钱 逐渐开始给情报掺水 他拍完一份文件后 我就去拍报纸了 用报纸水内容 把胶卷拍满 几笔交易下来 德国人就只能 在报纸里面找情报了 接着这个机会 德国人出了个新招 试探巴斯纳 他们表示 每卷1.5万英镑太贵了 我们决定降降 每卷只说1万英镑 后来干脆提出了 岩石付款 水那种水的心虚的 巴斯纳都同意了 德国人由此做出了判断 哦 背景造假 情报山水 降价社长都同意 什么为了赚钱呢 这明明就是英国人 派来的卧底 幸好老子长了个心仰 要不然就被你骗了 在被认定为英国卧底后 巴斯纳的情报 就基本被搁置了 他后来为德国人 提供了动漫底登陆的 部分情报 都被德国人认为 是代应的轨迹 通通不予采信 这种小轨迹 还想影响我们的战略部署 我们在英国的间谍网 家宝早就给我们 充足的情报了 就这业务水平 还想骗我 倒霉就不你 对于德国人 丰富的心理活动 巴斯纳没有任何察觉 忙于赚钱的他 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但没说过 任何专业训练的他 也慌得不行 他终于发现了 间谍行业的难度 本以为是一加一 没想到是造飞机 1944年1月的 一次交接中 巴斯纳写一些暴露 吓得他停止了一切活动 准备避避风策 就在巴斯纳 准备收手的时候 军情六处的特工 也抵达了土耳其 由于德国情报机构 对英国的单向透明 因军情六处 早就知道了 西塞罗的存在 只是一直没顾着上收网 直到1943年12月末 巴斯纳向德国出社的情报里 赫然写着 霸王行动的字样 这下军情六处发疯了 这要是让德国人 掌握了诺曼底登录的细节 这还了得 德这消息后的 军情六处 立刻部署加西亚等间谍 开始现场之鞭 用大量的假情报 淹没巴斯纳的真情报 同时 英国开始了内部 设计划派查 一定要查清 是从哪里泄密的 通过仔细核对 六处最终确定 是土耳其那边出了问题 在六处的战法下 很快许克森爵士 带文件回家的恶习 就被发现了 六处认为 问题一定处在 许克森爵士身边的人身上 于是 他们进入许克森家 准备人人过关 核查内建 然后 巴斯纳就被排除了嫌疑 军情六处 精心地测试了 巴斯纳的语言能力 比如突然跟他说 英语或者德语 巴斯纳没有接受过 任何间谍训练 拥有出技巧外的 一切情感 因此完全都是真实反应 巧合的是 他对这两种语言 都是懂一点 但不多 蠢的恰到好处 六处的特工们 发现这个人 确实不懂英语德语 但又毫不掩饰 自己懂一点口语 如果是间谍的话 肯定会装作不懂 这怎么看都不是 专业间谍呀 握底了两个多月后 军情六处毫无收获 只能挥溜溜的受罪 临走之前 他们要求许克森 遣散身边 所有外雇的工作人员 这下彻底帮助了 巴斯纳平安落地 1944年4月 巴斯纳正式离职 带着赚取的 30万英镑 回到了加州 这笔钱 大概相当于 现在的6000万美元 作为一个完全的外行 这几个月的工作 让他成为了 二战争收入 最高的间谍之一 当战争结束以后 军情六处 还没忘了接当的事 他们终于把嫌疑 锁定在了巴斯纳身上 许克森爵士 因此被荣誉谴责 勒令退休 可是对于外国人巴斯纳 军情六处 就只能束手无策了 他们眼看着巴斯纳 购买了豪宅 成为了富人 甚至还雄心勃勃地 准备盖一家豪华酒店 自己当老板了 可是就在巴斯纳 认为自己已经 happy ending时 这个故事又毫不意外地 出意外了 某一天 一群托士奇警察 冲进了他家 把他抓了起来 他们抓财的理由 并不是因为间谍罪 巴斯纳先生 你因为大量使用假币 破坏进入秩序而被捕了 完全懵逼的巴斯纳 就这样进入了监狱 法官告诉了他 被捕的原因 你最近花的这些英镑 都是假钞 除了判你三年徒刑以外 你还必须连本带利的 赔偿受害者的所有损失 实际上 由于纳粹早就单方面认为 巴斯纳给的是假情报 假钞 二战中 纳粹印了大量的假英镑 没数花 正好用在了这里 本来这些假钞的质量 几乎可以乱真 可是随着二战后 纳粹官员的供认 这些假钞的号码 被识别出来 巴斯纳的财产一夜归零 这一次 巴斯纳不仅倾家荡产 还背上了巨额的债务 1950年 巴斯纳出狱 他又回到了伊斯塔布尔 以教人唱歌 找到二手车 和打进看那门 来维持生活 巴斯纳痛恨纳粹的 不讲信仪 生活实在过不去的他 只能联系西德政府 我为德国留污汉 我为纳粹开过篇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多少给点争吵吧 对于这项要求 西德政府自然无视 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下 有招你想起呗 实在不行 你来柏林 我给你搞点汽油 你去那边 找西德勒要账去 要摘无门的巴斯纳 用了足足十年 才还清了欠款 心中无比愤慨的他 在1960年 一举德国慕尼黑 找了份打精的活 当然 白天他的主要工作 还是告德国政府 但辛苦的又告了十年后 他依然一毛钱都没有要到 1970年12月21日 纳粹手中最有价值的 间谍之一 爱丽萨·巴斯纳病逝 享年66岁 直到他死 西德政府都没有 赔给他一分钱 不过 晚年的巴斯纳 其实也并不贫穷 他在1962年 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 这段神奇而无耻的经历 让回忆录热卖 虽然读者在看过之后 基本都会对他一语鄙视 但只要能挣钱 巴斯纳并不在乎 而更为幽默的是 2019年 巴斯纳的故事 被土耳其翻拍为了电影 西塞罗 在这部电影里 巴斯纳变成了一个 中干义的 蛊惑大碎 影响世界进程的 王牌间谍 可能巴斯纳自己都没有想到 在他死后的很多年 会有一群人 为了展示自己 莫名其妙的自豪感 来为世人编造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